狗仔直击 周董 带坤林风氏族卸头顶机密后脑光溜溜 全民风氏族 天王周杰伦 周董与老婆坤林搭上这波热潮 昨晚10点多 苹果 街货读者爆料 指坤林正在复兴北路上运动餐厅看世界杯足球赛 记者到达现场 目击周董与坤林并肩而坐 边吃炸鸡边看澳洲队战毕裸队球赛 一开始夫妻跟着赛事起伏喊叫 发现记者偷拍后转为低调 还请店家将窗户贴上海报遮蔽 记者也发现周董 带着毛毛 后脑勺看起来没有头发 对此 坤林透过经纪人表示 只是新发型 周董与坤林 周董与坤林婚后 与有三岁女儿孩子未及一岁儿子柔米娥 婚姻幸福美满 苹果 前晚直击她带老婆坤林在运动餐厅供赏试足塞澳洲对秘鲁的转播 混血的坤林爸爸为澳洲急得正努力替澳洲队加油 而凡是周董出巡 身旁不乏许多小跟班与工作人员随时在侧 这玩意不例外 发现被跟拍后 除了运动餐厅将窗户贴上海报遮蔽 二名工作人员也走出餐厅 开始寻找采访车及记者所在范围 紧迫盯人防守直逼世界杯球赛 稍后球赛结果出炉 澳洲林比安叔给毕鲁周董的岳父所属国媒赢球 他旋即带住坤林 带好毛帽拉上帽梯 大热天依然在尽可能的范围内 把自己包紧紧 低住头在这酷热的天气 在大批工作人员护送下搭乘助力开的国产车里去 剧目击者透露 一开始是坤林先进去 周董一行人随后猜到他们选择最角落的桌子 刻意低调 对于澳洲输球 坤林则说已经有心理准备 但还是会难过 周董上周末在福州举行演唱会时 后脑勺头发还没剃光 是否最近换了新发型 他所属杰威尔表示 照片不清楚 不知道怎么回应 坤林则说他最近有修头发 据专业发型是看照片表示 严判周董头发可能藏在帽里 露出部分应该是脖子 而坤林最近也跟老公一样热衷投资 除了北市西蒙廷的麻吉咖啡厅 最近涉足时尚领域 自创品牌 举烟子身兼总监的他 亲自主持设计会议 日前还专程飞往纽约拍宣传影片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